最后来讲怀疑 我们常常讲说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一般我们讲模范生 他不可能是 常常翘课的叫模范生 可是我们要报告马总统 报告我们现在的 整个的团队 行政长 江院长 我们现在的 整个台湾最大的一个氛围 就是错乱了 错乱了包括什么 明明是亏钱的公司 还去奖励旅游 明明是大家认为 有问题的 你还让他升官 我们现在就来讲说 这是不是一个心态 就是阿波利比亚诺 这真的是一个不甩吗 你什么都可以不甩 如果说我今天头发要剪短 我可以不甩 但是如果我身为公务人员 我身为官员 监察院对我的弹劾 对我的批评 我能够不甩吗 行政单位真的有这么大桥吗 我们要讲的就是 真的外交部不甩监察院 这个过程就是大家讲到 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史亚平在新加坡的这个事件 我们知道监察委员周扬山 在2012年4月的时候 有去调查 这个监察院的扛棒 实在是不甩 怎么说呢 因为他要来调查说 史亚平有没有失职 结果在这里呢 有一个史亚平的暑假 你可以看到张诗瑞 张诗瑞在那个时候 是驻新加坡的政治组组长 他呢似乎就说 这个试涉国家机密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 这样一说以后 当然周扬山很火大 他就说你真的是史上 最嚣张的公务员了 讲到这个以后 可是呢 我们真的要给他 变成一个拍仓营院了 为什么 你讲完这个以后呢 张诗瑞 人家一年之后 2013年3月 这个是2012年4月 2013年3月 回到台湾阿森关 外交部的国经司的副司长 那我们再来看看史亚平 史亚平因为当时 这个案子的部分呢 他当时是驻新代表 但是后来回到台湾 也在2012年 你可以看到呢 他在7月的时候呢 也升常务次长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史亚平他也没有被监察院来骂 只是调查 这个是不算了 但是呢 如果说在这里 我们讲到的张诗瑞又如何呢 因此大家就说 这个现在是不是 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监察院 而且打了比爱的小手还不痛 所以我们就来连连看 如果观众比喻 我们现在来说 监察院是多是哪一个 以下三个 不是以上皆是 也不是以上皆非 你必须选一个呢 他是老虎呢 还是猫呢 或者是打不到苍蝇的苍蝇拍呢 套具现在 如果真的要狠一点 我们说大陆 这个四川发生地震 很多人说地震强度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很糟糕的官商勾结 你那个房子都是豆腐渣 里面是保利龙板 一下子全垮 我们现在这个苍蝇拍 是蹭屁股的 还是豆腐做的 打得下去吗 人家不甩你吗 连财政部长张胜和也不甩你吗 行政院也不甩你 这样是对的吗 我们的监察院还要存在吗 当然我们来看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的很敏感 这个很敏感 观众朋友还记得 你还记得吗 我们为大家 refresh一下这个记忆 这个当时台新之间的关系 还有当时史亚平的事情 实在是闹得非常大 版本有三个说法 说法一 说法二 说法三 这个罗生门 我们就要来看看 说法一 就是说 那个时候 2011年的8月的时候 在新加坡的总统大选期间 史亚平是不是见了反对党 说法二 就是在10月的时候 这个可以说 辛亥百年的国庆酒会 他大唱国歌 唱国歌也没有什么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在这里就传出说 是当时的高层李光耀 有所不爽 所以传出撤换之说 所以2012年2月 他就回到台湾 但是7月 他升了常务次长 所以那个时候 有人就说 好像新加坡被打脸了 你觉得 真的传出是撤换 不是啊 他有功于国家 他是升官 这是说法一 那说法二是什么呢 说法二就是说 周阳山 他是不满 这个史亚平 他在晚情元的辛亥革命 百年研讨会没有出席 所以他不爽 还特别飞去 来进行调查 那说法三 张硕文报的料 他说 史亚平跟李显阳交往顺密 所以惹恼了高层 但是这整个事情 马总统定调 涉及国家安全 影响台信外交 秘密结案 解密的时间 要再等一下 111年6月14号 可以解密 希望那个时候 我们在年代晚报当中 还在播出 我就可以跟大家来解密一下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机密吗 是不是因为机密 所以我们的监察院 你说了白说啊 你说他是史上 最糟糕的官员怎么样 我就升他啊 这样子大家会不会错乱呢 去年2月 前助兴代表 史亚平反国 台新兼盛传关系恶化 史亚平又笑容否认一切 现在却传出监察院调查此案 史亚平下属张诗瑞不配合 事后竟然还能升官 说休职或者是彻职 这样的情势 才不能够参与升迁 所以张副司长是符合 升迁法的规定 那他的升迁 也是依照升迁法的程序 做各项的评鉴 外交部澄清 升迁合理 但监委中阳山去年复兴调查 当时的助兴代表处 政治组长张诗瑞拒绝配合调查 还被邱阳山大骂 是史上最嚣张的公务员 更因此吃上口头申戒 史代表失职张组长违法 没想到今年三月 张诗瑞却能升任 国经司的副司长 我们的宪政体制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行政独大 别人这样的信息 对抗监察院的这个官员 反而可以升官 那今天外交部没有陈储 那请问监察院可以作罢吗 监察院如果是这样的表现 还没有反应的话 干脆废掉算了 来的立委口径一致 炮轰外交部藐视监督 监察院却依然无法可管 犯错官员还能升官 应该气死不少辛苦公务员 那新闻综合报道 监察院的问题 真的是比较严重 因为监察院呢 应该来做一个非常重要 有点包青天的味道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重视他的时候 那么王建勋一定很难过 我们老百姓更难过 如果今天讲说 监察院是不是变成了拍仓营院 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年代晚报 为大家报道过的 是真的吗 监察院纠正正所税的这个部分 那财政部长怎么讲 他不甩啊 你纠正归纠正 他怎么说 他说我这个政策已经开始了 我不会停止啊 财政部官员私底下还说 监院纠正没有效力了 你这样讲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 那到底什么算呢 还有台电的人 他呢 因为就是说 要用加班的方法 来充他的这个所谓的加班费 当时呢 就监察院已经来进行了纠正 进行了纠正 但是他多捞三千多万的退休金 你不甩监院的纠正 所以真的是不甩啊 更何况这个事情 大家看到 看起来好像是监察委员 对上了外交部的一个次账 但其实算不算 就是马总统跟王建宣之间呢 那这样子 监察院是不是就矮了半截呢 再来看到 这里面 那石雅萍又怎么说呢 石雅萍也算是直升机部队的 他呢 可以说也跟江仪化院长一样 非常受到马总统的气重 所以这个事情 是不是因为踏到了他 监察院也要变转呢 在我住心的三年期间 我并没有跟李光耀李资政 有什么关系不好 或者是不礼貌的地方得罪他 我相信这个部分呢 是可以很明确的 来跟各位报告说明 看到的就是当时的这个说法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看完了石雅萍 你再来看看今天有两个